币安,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间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吧 今天的影片中,我们要说明如何串接交易所币安 透过官方释出的串接方式,再也不需要购买第三方工具 就能完全免费地实现TradingView与币安的策略交易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分析TradingView发送的webhook的讯息 其中究竟发送了什么,能让交易所成功地下单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希望你们能帮我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起的精彩内容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或留言,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首先,我们来说明TradingView与币安的串接流程 我们前往币安的首页,点击合约中的U本位合约 往下找到策略 点击webhook讯号交易,点击建立新的webhook 接着填入讯号名称,并选择想要交易的币种 出现webhook URL和讯息后,我们来看看讯息中究竟包含了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JSON的物件 是一种用于传输或储存资料 并且方便编写、阅读的资料格式 第一个参数Symbol表示要交易的币种 这个参数的值是由TradingView中的变数Ticker取得 它会自动填入我们在TradingView中设定快逊时选择的交易对 接下来,Size参数表示要执行的交易动作是由变数Strategy Order Action取得 它会根据我们的交易策略传送Buy或是Sell 接着,第三个参数Quantity表示要交易的数量是由变数Strategy Order Contract取得 也就是我们在TradingView中设定的订单数量 第四个参数Price表示要交易的价格是由变数Close取得 它会取得当前K棒的收盘价作为交易的价格 第五个参数Signal ID表示讯号的唯一识别码 用来区分不同的讯号策略 第六个参数UID表示用户的唯一识别码用来区分用户 关于这些TradingView中的变数要怎么使用 TradingView官方的介绍链接我已经放在下方说明栏位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查看 这里要注意,点击执行webhook后就会开始运行了 币安并没有对个别讯号设置,保证金和杠杆倍率的功能 收到信号后,币安会以当下合约币种的保证金模式 和杠杆倍率进行交易 也就是说,需要以手动的方式先调整好 接着返回至TradingView设置快讯 看过前两集影片的各位肯定很熟悉接下来的步骤了 首先第一步一样是点选策略设定 调整交易投资额 接下来将快讯讯系贴上 并将通知里的webhook URL也贴上 然后点击创建,等待快讯出发 快讯出发后,返回至币安页面 点击查看详情 这里可以看到历史委托中有一笔交易成功下单 如果讯号有问题,会出现在失败的讯号里 点击仓位查看 保证金模式使用的是先前设定好的逐仓模式 并且保证金使用了17.25USDT 乘上设定的14倍,大约是240USDT的持仓量 最后,我们来总结今天提到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 webhook传送的JSON讯息中 包含交易对名称,下单数量,交易方向和下单价格 另外还包含策略ID和DUID 让交易所能区分讯号进行下单 第二个就是 必按设置webhook时 并不能设置仓位保证金和杠杆倍数 记得先分配好可用保证金 并手动调整好该交易对的保证金模式和杠杆倍 那么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别忘了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